话说有这么一天 宁王造反 宁王造反 三十万大军造反 这个案件当时在明朝轰动一时 连唐伯虎都牵涉其中 王阳明一看 宁王在我手下造反 虽然我没有国家的将领 但是如果不去缴他 百姓将会生灵涂炭 然后王阳明就带兵去缴 王阳明去都没去 直接排兵布阵 来你们去吧 王阳明继续讲学 他的弟子们都在台下听课 都听不进去了 你知道吗 师父 你让两万民兵 去缴三十万的宁王 这不以乱及时吗 能行吗 王阳明说什么情况 好好上课 跟你有关系吗 好好上课 弟子们上不了课呀 着急呀 到底赢了还是输了 王阳明说你在跟我学什么学 心学 什么是心学 心学修心 把心修成什么 如如不动 这才叫心学 此时不修都在何时啊 我都不知道你着急啥 我如果输了 宁王来了 你们投降便是 我如果输了 我全家老小的性命 全没了 我都不知道你着急啥 这叫泰山崩于田 灭不改色 不是装逼装出来的 是真的灭不改色 三天以后 副官来报 在王阳明耳朵旁边 啊啊啊啊 说了两句 王阳明面无任何表情啊 早都喜怒不形于色了 挥手 别想我讲课 继续讲课 中低者这个时候着急了 师父你告诉我 到底什么情况 王阳明说你们这些人 这学的都不到家啊 什么情况 此时不修都在何时啊 修你们那刻如如不动之心啊 生意何宽 死意何苦啊 看如果不讲 那学生们都不好 要上课了 王阳明说了 宁王已被我降服 大功一剑啊 朋友们 三十万的一个王爷造反 你开玩笑 那不是大功一剑吗 众弟子八九言欢啊 开始庆祝啊 那么老师这一次 一定会升官 结果你们知道吗 那个皇帝叫诸后造 是个明朝第一奇法皇帝 不想当皇帝 只想当将军 只想带兵打仗 当他听说 他的皇叔造反了 给他哥们开心坏了 终于可以出京城了 自己给自己封了个大将军 剿匪大元帅 刚刚领部队出了北京 结果一封战书跑过来 说宁王被一个 叫王阳明的降服了 给皇帝气坏了 王阳明是谁 王阳明是谁 谁让他打我叔的 给他下个诏书 让他把我叔国放了 我要跟我叔再来一家 给王阳明下了个诏书 把王阳明痛骂一顿 然后各种王阳明 马上给我宁王放掉 我要给他再来一家 好不容易 我摩拳擦掌 等这个机会 等了三十年了 我没出过京城 来 各位 如果这是搁你身上 各位都给你气死了吧 平乱呐 这是不是功勋呐 没有对你任何奖励 还把你凑屌一顿 这个时候 他的弟子都气坏了 脾气不好的 都当场气晕一个 王阳明说 没事 来 面带微笑 来 我给皇帝上个奏折 来 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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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章一上 皇帝就下旨 不用放宁王了 给宁王押解上京 这个案件就结束了 众帝子大祸不解 师父你太牛逼了 皇帝你能搞定啊 你写啥了 王阳明说很简单啊 我就写皇帝陛下 哪是我脚的飞 我就打出你的旗号 说皇帝陛下 要御驾秦成 宁王就降了 他是冲着你降的 不是冲我降的 跟我没关系啊 我现在把他放了 他不还要降吗 然后讲到这儿以后 众帝子就说了 师父你 你教我们当圣人 你的拍马屁 王阳明说 正人行邪法 邪法一正 邪人行正法 正法一邪 为父如果不这么干 真的把宁王放了 三十万人马 跟皇帝陛下干 多少百姓将会生灵涂炭 他没有高官后路 但是他一辈子 走在剿匪的路上 打仗 立功立德立言 被称为我们中华 千古第一圣人 那不是个牛逼的 智学制到第一名 文武韬略 整到第一名 那不是开玩笑的 那不是开玩笑 出书讲学 讲到第一名 而且王阳明就死在了 剿匪的路上 直到自己大县将至 跟大徒弟说 咱不剿匪了 剿啥匪 回家 死了 准备一下后事 然后就到家了 到家以后 就交代后事 众帝子就问他 师父 你再给我们讲讲吧 你还有什么 没有传的 传我们 王阳明说 全给你们讲完了 还要学什么 非要学呀 师父 你说 还有什么 师父说 最后一句 此心光明 亦附和言 只要你能够 保持一颗光明之心 什么都不用说了 结束了 你的人生已经成了 此心光明 亦附和言 第一次一听 性崩坏了 太牛逼了师父 师父 你有什么后事要交代 师父说 我只有一件事 我死以后 不准白布遮面 大家都知道 咱中国老传统 为啥拿白布完脸 遮住你知道不 这辈子干了太多亏心事 对不起老天爷 知道不 无言面对老天爷 晓得不 王阳明说了 不被白布遮面 众帝子大祸不解 也不敢违抗实命 然后就这么干了 然后后来大家不知道 大师兄从这个战场下来 给师父 给师父写晚联 大师父在晚联上 写了一句话 大家全明白了 为什么师父会这么干 那时候晚联写的也很牛逼 自信平生无愧事 死后方改 对青天 就是咱师父已经自信到 他这辈子做的所有的事 对得起天下黎明百姓 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 所以死后方改对青天 太牛逼了 在座各位 知道道生和夫 为什么能够穿那两家世界五百强 帮助日行扭克为赢吗 道生和夫腰上画了一封信 印上写了四个字 此生只服王阳明 他是王阳明的狄传弟子 在整个东南亚 整个日本全部学王阳明 阳明心学就这么牛逼 听到这儿以后 在座各位 听到这儿以后有没有感触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 今天听完我的课觉得很牛逼了 我已经学到很多东西了 我正式宣布 这只是皮毛 不对毛皮 我不给你看玩笑 上完财道都已经觉得 老师高得不能再高了 上完财商之道 发现财道的塔尖 是我们财商之道的塔底 上完财商之道 觉得老师已经很牛逼了 一上经营之道 财商之道的塔尖 是我们经营之道的塔底 上完经营之道 都已经觉得不能再高了 上演说之道 发现经营之道的塔尖 是演说之道的塔底 所以得不得修行啊 来我们来看看 王阳明开悟以前的人生 再看看开悟以后的人生 一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干什么成什么 你以为故事结束了吗 王阳明死后两年 广东闹土匪 广东那个时候通信不发达 他也不知道王阳明死了 广东的这个总督 怎么样剿匪都剿不下来 就突然想起了 他的朋友是江西总督 就跟江西总督说 你当年王阳明 剿匪那封信 能不能拿过来给我试试 就把那封信抄一抄 那个土匪的名字改一改 寄给了广东的土匪 广东的土匪一看这封信 一听王阳明 直接来详 他都不知道王阳明 已经死了两年了 就牛逼到这种程度 所以被人称为什么 明朝一哥吗 千古最后一个圣人吗 就这么牛逼 对吧 除了咱们的孔子 除了咱们的老子 那就是王阳明是一个圣人 然后曾国藩这么牛逼 满清第一全臣 那也是利公利得利严 只能称为什么 半个圣人 你看 但是在这各位 我想问一下 王阳明是在那个朝代 成为圣人的吗 他在明朝 不受天子待见 也不受主流认可 在那个时候 主流认可的是儒家 认可的是朱熹 认可的是理学 而不是心学 大家都认为他的心学 就是操操佛学 自己讲一讲 换句话讲 在那个时候 他在传统人心中 叫离经叛道 这样讲话能听懂吗 他是不受主流媒体认可的 是死了以后 才能成为圣人 包括孔子 你告诉我 孔子在世的时候 是圣人吗 圣啥人 被鲁国全臣赶出鲁国 然后周游列国 跑到魏国又被赶出去 去到齐国又被赶出去 去到楚国又被赶出去 天下无一人愿用孔子 再说各位 不给你看玩笑 不是说人要修行 你知道吗 连猴都得修行 不给你开玩笑 看过西游记的请举手 再说各位 孙悟空有背景吗 连父母都没有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一无所有 蹦出来以后 都没有人跟他做朋友 但是这个是悟空 有没有放弃啊 悟空在想 我怎么样跟这些猴做朋友呢 就跟这些猴聊 说你看啊 咱这个旁边有一个山 这个山有个水帘洞 咱有没有人敢蹦进去 有人说那我不敢 悟空说我也不敢 咱这样行不行 谁敢蹦进去 咱就拜他做美猴王 大家一听可以啊 悟空说那有人蹦吗 没有人蹦 那我来吧 悟空这一蹦不要紧 变成了美猴王 从此落山为王 每天没酒穷酿 对吧 美食 过得很幸福 结果过了一百年以后 突然有一天 看到一个猴死了 一个猴老了 一个猴病了 悟空就问啊 这什么情况啊 老猴就说了 那我们都要生老病死的呀 孙悟空说 可不可以不生老病死 那都痛苦啊 可以 怎么办 修行 成为神仙 就可以不受轮回之苦 那怎么成为神仙 那不知道 大海的那边 可能有人交吧 可能有神仙吧 在座各位 这个时候 孙悟空面临一个选择 架着一夜偏舟 放弃所有的 美猴山的资产 架一夜偏舟入海 在海上漂了整整八年 在座各位 八年才漂到海对面 一心就要求到 而整个猴山 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干 对悟空愿意这么干 能听懂吗 在座各位 不知道去哪找啊 走在路上找半天 也没找到啊 这个时候 突然看到有一个人 天着表 天着表带砍财 然后就在唱歌 然后悟空一听 这个歌太牛逼了 能唱这个歌的人 一定是开悟觉醒的人 马上就跪下了 师父教我 那人说你干啥呀 你肯定是神仙 我不是神仙 那你怎么会唱 这么牛逼的歌 这歌不是我唱的 那这歌谁唱的 当悟空来到 公开课现场 请问悟空 有没有学到真本领 公开课都是讲规矩的 是提升你境界和格局的 要想一对一辅导 那是要 私底下一对一辅导的 悟空一发现 没有机会啊 没有机会 我创造机会也要上啊 就在这一天 这个悟空 正在听课的时候 不认真睡着了 师父在他后脑勺上 敲了那么三下 敲完以后悟空在想 这是机会 晚上三点 我去找师父 一定要收我为弟子 就跪在师父门口 然后那三点钟 悟空来了 师父一听门外有人啊 何人在外喧哗 师父 是我 你来做事 师父不是你说了吗 晚上三点传出我真本领 师父说我没说 悟空说你就说了 今天不教我就不走了 师父一想 你这颇好也罢 师父传了他 七十二般变化 师父传他 一个金斗云 就飞十万八千里 悟空学到了真本领 但是师父明言在先 学了真本领以后 不能人钱卖弄 如果被我发现 人钱卖弄 我就要把你租出师妹 师父我知道了 悟空学完本领以后 有没有人钱卖弄 他没有人钱卖弄 是那些师兄师弟 一直在勾引他 知道吗 非要逼他 到最后实在没办法 悟空就显了个像 结果刚被 刚显像就被师父抓住了 师父说了 你这个婆猴 日后必闯大祸 从今天起 绝对不允许讲我的名字 我不是你师父了 如果敢讲我的名字 我把你错过杨晖 废了你的悟空 走吧 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悟空走了 悟空回到花果山的那一幕 你们还记得吗 花果山突然被妖怪占领了 不知道哪里来了 那么多妖怪 以前悟空在花果山 待了上半年 也没见过妖怪 妖怪早不来晚不来 悟空一来 花果山就来了 听懂意思没有 悟空三下午 除了全跟他收抢了 收抢以后悟空 也没想到事 结果这妖怪就开始 大王你太牛逼了 但是你这身形头不行 你得去 整身好形头 带他去东海龙宫 拿这个 拿这个定海神针 拿盔甲 然后又跟他讲 大王你这个名字不行 美猴王不把旗 给你起个把旗的名字 七天大圣 直到最后 悟空被一步一步勾引到 大闹天空 被佛祖压到五指三下 唐僧救出他 一起七天取经 在座各位 我们说过 在整个西游记的团队里 悟空一辈子在优秀地维持 唐僧在卓越 菩萨在这个辉煌 佛祖在神奇 在座各位 其实还有比神奇更高的 叫神圣 知道神圣是谁吗 就是悟空的老师 悟空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叫菩提老祖 请问佛祖是在哪里开的物 是在菩提树下开的物 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 惊天大秘密 那就是菩提老祖 其实也是佛祖的老师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做局者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神 神龙见首不见尾 有没有发现 西游记的前几回 有菩提老祖发现 但是后面再也找不到他了 悟空甚至无数次 去过他曾经教学的地方 找到老师也没有找到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一个小小石头 如果没有学习 怎么可能到最后 成为度战圣佛 你要明白 悟空到最后也是成佛了的 不学习能行吗 猴都知道学习呀 我的个仓天呀